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6月22号的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Vicky陆景仪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在卢森堡开会 争取在6月底期限前达成协议 但伊朗外长扎利夫22号称 即使伊朗核问题谈判超出原定6月底的截止日期 伊朗也决心与其他各方达成有利协议 另一方面 欧盟成员国外长22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 决定将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 至明年1月31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对上述决定表示非常失望 不排除采取报复行动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据新二良警方20号消息 一名带着手铐的在押嫌犯 在押送警车上抢走一把枪 打死警车上的警员后逃走 而车子则撞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电线杆上 警察随后开始全程急凶 最后警方在一个十字路口 抓到了33岁的伯伊斯 据悉训职警察霍洛伟45岁 遭枪击后在医院身亡 开枪前犯伯伊斯今年33岁 因为攻击罪被捕 逃跑时正被押往监狱 当时伯伊斯戴着手铐坐在警车后排 但他竟然将手从后方挣脱 并冲霍洛伟开枪 击毙了霍洛伟 伯伊斯将被以一级谋杀罪名 非法逃亡 非法拥有武器和暴力侵犯一名女性 等多项罪名起诉 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将于本周内 在布鲁塞尔举行 美国国防长卡特20号 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游说欧洲盟国团结一致抗衡俄罗斯 卡特在柏林出席智库论坛时指出 美方不寻求恢复冷战 也不想与俄罗斯为敌 但是美国国会捍卫盟友 以及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全力应对俄罗斯谋求 重建前苏联时代的影响力 卡特还说经济制裁 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好回应 而面对俄罗斯的侵略野心 美国还需要和北约建立强大而平衡的对策 威下震慑俄罗斯 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又逮捕了一名 疑似加入ISIS极端组织的美国青年 一名FBI的卧底探员告诉记者 这名19岁的男子沙利文 曾明确向他表示自己是圣战士 并怂恿他也一并加入所谓的北美伊斯兰国 他称沙利文还曾誓言要为了这个恐怖组织 杀死大批美国民众 并为此购买武器计划暗杀训练 据悉这名男子在今天 与联邦法院被正式起诉 罪名是企图向ISIS提供物质支持 以及怂恿他人加入ISIS组织等 另一方面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枪击案 再次引发拥枪权争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民间 对枪械泛滥态度冷漠 并指责全国步枪协会 挟持国会 阻挠加强枪管的立法 奥巴马表示 由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 强烈反对枪支管制的相关法律 预计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这已不是奥巴马第一次 如此公开指责全国步枪协会 2012年康乃迪格州桑迪胡克小学 发生枪限后 奥巴马便多次呼吁国会 通过立法加强枪支管制 但至今无法成功 民主党领跑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也呼吁美国人认清现实 推动改革以便更严厉管制 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20号 美国底特律西部发生枪击事件 正在参加街区聚会的 十人受伤一人死亡 当天傍晚 底特律西部 德克斯特大街和韦伯街 正举行街区聚会 许多家庭带着孩子们参加 人们在露天烧烤观看篮球比赛时 突然枪声响起 人们惊慌四处躲避 底特略警方消息说 事件中共有一名男子死亡 十人受伤 其中一名46岁的男子情况危急 另外两名男子伤势严重 警方在现场拉起黄色警戒线 呼吁目击证人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据报道 纽约州两名重刑犯 越狱已经有15天 警方宣布追捕行动会有重大突破 有人称在纽约州的斯迪培县 发现了两人的踪迹 此外 美国联邦法警局将他们列入 15大通缉药犯 专家认为他们很难继续在野外生存 当地时间19日晚 分别有不同的民众报告 纽约州警方 他们在纽约州的斯迪培县 发现了一次两名越狱犯的踪迹 警方敦促住在纽约州和 滨州边界的民众提高警惕 如果发现类似的两人 不要轻易靠近应该马上报警 目前警方已经派出了168名巡逻人员 24小时搜寻 几十名调查人员在分析追查新线索 另一方面 菲律宾海军从22号起 在巴拉望岛以东的苏陆海 与美军举行定期联合演习 与此同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在巴拉望岛的 普林塞萨港的海军基地 与飞方进行一连三天的联合演习 其中非美年度联合军演 两国分别派出300人参加 美军方面参演的单位 为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 保卫号救援船 和一架P-3C海上巡逻机 菲律宾则派出两艘巡逻舰 以及军用飞机参加 演习内容包括 对海对潜联合作战 两栖登陆救援打捞 海上巡逻和侦察飞行等 菲律宾军官表示 没有美飞日三军联演的计划 美方也强调 非美和非日军演是分开进行的 最后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总理哈珀18日宣布 资助多伦多市长 庄德利的智能轨道计划26亿元 不料却遭市议员批评 指示选举支票 由于庄德利计划 在多伦多打造智能轨道 预计斥资85亿元 日前哈珀亲赴多伦多伦多 伸出援手 表示一收到多伦多市正式的申请文件批合后 承诺26亿元会马上到位 虽然哈珀对这项计划通过国会充满信心 但是反对党国会议员及部分市议员 却认为目前对细节了解不足 对于拨款有所疑虑 此外联邦政府要求这项计划 必须与私人姐合作也令人担心 另一方面 加拿大油电两用汽车的销售量 从2012年开始就不断下降 预计今年的油电两用车的新车销售量 会在15000到20000辆之间 这与汽油价格近年来走低的趋势是一样的 加拿大汽车行业专家德罗西指出 就是在2012年 加拿大油电两用车的销售 达到高点时也不过是25000辆 只占当年新车销售的1.6% 从2000年油电两用车上市 销售15年以来 加拿大人总共购买了15万辆油电两用车 这只占过去15年 加拿大人购买的2440万辆新车的0.6% 在这种不利的销售环境下 本田汽车公司在6月中旬 宣布停止销售本田Civic油电两用车 和天然气驱动的Civic轿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Vicky陆锦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